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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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一会每一会在上课的时候 在传达每一个人的时候 我是在给我地下 听到的主宣们 跟你们回话 要照顾我们周边人 要把我们这样的好好的东西 传承下去 我常常在很多地方 在做一些表演迅速的时候 几乎都是以祝福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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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太阳语叫Main Main就是无我的一切 握着工艺房的意义 也就是说要把我的文化 把我们这些乐器拿在手上 握着无时无刻地放在心上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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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们日记时代统治者 他也是相当于了解我们泰亚人 那当我们的日本人交付给我祖父 你看到泰亚人用哪一只手指头演奏狂情的时候 你就要剁掉他哪一个手指头 就这样子吓阻了我们的传统业气 就慢慢地消失掉 那个只是我只有听我祖父的这样的一番话语 那不过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路上就看到很多长辈们 有我的文面阿伯 阿公 边走路是边有声响 所以我是从好奇开始去欣赏 那当然了 他也常常地告诉我 我是在想我的爸爸妈妈 我是在想我的亲兄弟姐妹们 他们现在好不好 所以才会拿起业气再坐在一个石头上 还是坐在一个河沟旁边会做一个演奏 那是思念的意思 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 我的长辈常常期许我们 我们是来自一个文面的祖先 不要忘记 虽然现在我们的脸没有持续的文面 当然它也破坏掉我们自己的文化 那不过现在可能要借由这样的业气 来元气 继续地传承下来 其实过去在我们族人里面要互相沟通 跟说一些我们自己心里的话 跟要追求一个女孩子的时候 都一定会用这个表 表示一点说她的能力有到哪里去 这样的业气我们过去都是用传达的 我们要跟这个对方要怎么样去沟通 很早以前就一直在感觉 因为自己祖先遗游下来的东西 都没有人再继续自己做 当时我的观念是说 白天上班 晚上回来 来试着把自己的文化延续下去 那也没有那么大的抱负 只是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想要坚持下来而已 到今年应该是第26年 那我为什么要让它有图腾 很多人说竹子而已就很单调 那因为过去我们长辈们稳在脸上 稳在额头上 我们现在没有稳在脸上的时候 就放在液气上面 这个液气就是你们这些文面族群的 这些族人要记得 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使用的 很多人问我 老师你为什么只有做阿嬷的脸 怎么没有做男孩子 因为男孩子是只有上耳下耳 但是真正很痛的 在脸上很多痛的都是女孩子 阿嬷的脸 那个我们的双甲 它那个在这里 来大概可以介绍到 这就是就好比我们的脸颊 它这个正面的话 它是侧面 它是这一面 所以这一面是这一面 好你看从这里这样 到过去到这里了 好是它这一面 它看不到的地方 那这一面就是给你看的 就是这一面 就是一个人 竹片的部分 它的声响第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台湾在保育的五色鸟 它都是第一个声音就是带翁 因为我们这个祖先啊 真的很有头脑也是 它一直看着这个小鸟的生活习性 它也把它融入在 我们族群这个泰雅族 这些植子村子里面在使用 因为五色鸟当它出去 去吃东西的时候 不会很快就回到自己的窝里面 那它们是属于群体的 会在一起 那当它出去以后 都不会发生声响 当它们下午要回到 它们原本棋棋地的时候 它就会喊出声音 那过去像这样的一个业势 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除了自己以外 不是我替别人做的 除了自己的老婆 是我替她做的 然后把老婆取回来以后 要替她做的 是铜器的部分 因为它整个制作过程里面 比较细又长 它不像竹片 竹片是一体成型 那铜片的部分 不是 是竹片以后 还要去敲打铜片 才来给它制作 每一个每一支的铜器 不会一样 因为当我们在剪这个铜器的时候 可能要比较有耗费一点心思在里面 当我们在选择跟在敲的时候 整个选好以后 竹子是没有插好 它最主要的声音是来自它的铜器 在我们铜器的部分 它的关键地方 也就是现在这一部而已 你如果这个绑得不够老的话 声响就不会有那么好的音乐出来 尤其是在拉这个的时候 第三条以后都一定要绷紧 一定要把它压得很紧 因为它会松脱 所以制作铜器如果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从选择铜器 到把它架在这个骨架里面 这个一定要给它好好的锁紧 要绑好 以前我们在绑这个 有两种的绑法 一种是用我们的柱麻绳 那一种是用我们的糖条 削得很薄很细 这样好以后就要撕银 撕银 这个前端它有要领 因为为什么这个前端要保 因为当我们的手扶了以后 它就刚刚好是卡在这里 如果这个厚的话 手会抓不到 所以前端这个一定要保 靠了以后它才会好 然后口号请这个铜片的声响好不好 是在这个薄片 在这个部分 这个薄片 好了薄片起来的声响 我们保育的山羊 山姜的骨肉吃完了以后 它的骨头也要留下来 因为它常常都跟我们的原住民走在一起 所以就把它留一个纪念价值 除了骨骼以外 它还可以作为保存 那当然瘦骨里面有分很多 有大只的 有小只的 通常我们的瘦骨拿回来了以后 我们要开始替它清理里面的东西 我们要请蚂蚁 钻到里面去把我们的骨髓吃掉 吃干干净净以后 像这样已经没有蚂蚁的时候 才会拿来磨成我要使用的体肠 其实我今天的行业 是要把它跟我们的生活可以连结 所以我才会把它保留 因为重点是要把它做收藏 它也可以使用 传统业器要演奏的时候很多的困难度 所以当时我也来研发了一个叫做波士的口谎 也得到了台湾第一个原住民的业器里面会有专利的 那个老师 我们那个传统的好痛的手 原来这个波士很轻松 这个就是让他去接受的 他先知道这样的音 然后再来玩传统的 这样的话他就会衔接起来 他好处的地方就是 只要握住就好 往外波 他一定会有声音 都不用在唇里面就有声音了 很自然 譬如说我们现在我要学习 要跟你们问好 你好吗 很简单就靠着就好 他是不是把这个话就传统 当然不是我讲 是他讲的 那每一支每一支的音率是不一样 所以在每一个人知道的时候 想要知道的时候 像我们的传统的 好了 我就介绍一下传统的 像这样的传统你看 这样拉起来是过去啊 每个人在使用说 你们会觉得很很很 也是一样啊 也是来问好一下 一样 那只不过就是说 那时候我们在代替 代替我们讲话 那传统是这个样子 那你这个三个点不会的时候 你的手就会受伤 那所以 所以我才会说 来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来做一个 来做 先引诱他们 来认识我们的这个乐器 所以 这样的乐器里面 它是双面的 这一面可以用 这一面也可以用 它同样的 所以 这样的东西 它是一只竹子 但是我还要真重的介绍一下 不是随便的竹子 它是野生贵族 是真的是我们吃的贵族的 前面的这一个骨体 它生长的位置 都比起 喜欢在鲜奶峭壁 比较干旱的地方 而且它生长最粗的时候 最大最大的时候 就这么粗而已 它不像我们的贵族 贵族比较粗嘛 所以这个就是贵族 这个是贵族 那我们的野生贵族 这么粗而已 所以它整个一只里面 它都差不多可以 只有制作六只吧 他们讲说老生都在骗人 台湾哪里来的 那个什么野生贵族 来 仔细地去真清楚 什么叫做原生种 一定都在陡峭的地方 而且干旱 一定不是有湿气的地方 它的韧度 才够强 像今天这一个珠子 就错误在那里 我们踩它回去 没有用 它有一个洞 从后钻进去 这就很快就老化 但是韧度不够强 那我们在同时 我们开始在选择的时候 可能就第一个 就要选择的 就是这样一个样子的 它就是完全正确的 就是正确的 因为 带它回去以后 它韧度已经够强了 原因在哪里 它的红 红是自然红 年龄够到 已经够老 8年到12年的 这个过去我们泰雅族 常常拿来用什么 钓鱼 韧度很好 然后用了七八年都不会坏掉 在我们中部以北的野生贵族里面 去看就是看这个 它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最大最粗也就是在这个桃阿姨 平常在选择就不会去选择这么绿的 一定会选择一个特别好的 好 生长会更好 我每一个的贵族的源头 往下看全部看的所有的株子 都这么大 高也超过我的高两个桃阿姨 这就是野生贵族的源头 我泰雅文语的名字叫做 伯报文书 然后我现在在制作的这样的业器 是我们泰雅人赛德克 泰鲁格的传统业器 我在这里传承的是我们的 口房琴 我们泰雅语叫面 面就是无我的意思 握着工艺房的意义 也就是说要把我的文化 把我们这些乐器拿在手上握着 无时无刻地放在心上 整个演做口房琴 使用口房琴的时候 都是用这双手而已 所以在你的力量握住 握得好好的 你才会发生 到这近几年来 最多跟我一直来需求的都是深夜的 还有很多很喜欢其他乐器的 过去玩摇滚的 进步一点就是有很多年轻人注意到这一块 很让我更高兴的地方就是说 让大众的很多学习音乐的人 所以更去了解我们大众的原来不是就在赛格克巴莱的那个一个一个催促的跟赶紧要出去冲锋陷阵的那样的概念 哇 他是那么一样的柔轻 所以其实我们过去我们的这个口房琴是纵容 一定要纵容很多人来做演奏 他才会听得到他的整个整个一个旋律在 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表达的心里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五个人在演奏的时候 你表达的跟我表达的可能是不相同 不过我们是用母语在传达的时候 你大概就听得到你是在跟我对讲 所以现在他好像又跟他对讲 所以当这个五六个人在演奏的时候 他们自己会专听 专注 听 然后也会恢复 外面上的课是这个样子 只有初步的就认知 但是如何制作他们都没有办法 真正有信念要学习的几乎都是退休的 现在年轻人家坐在这里没有机会啦 因为好手好脚的人脚都会动 我干验有头有手的人脚有带步的就好 不只只有残障人士 再来一个就是不分族群 以前我一直限定于赛德克族 泰鲁格族 泰雅族而已 这样的族群少之又少 来替我再去传达 不管你是汉者 客家人 外省神 我传给你 以后你会告诉你孩子 这是他们台湾泰雅族 赛德克 泰鲁格族的 业势呢 是这个这样子做呢 就单一一个说就我的文明族群的话 我觉得祖先的智慧传不下去了 其实我真的用意是说 他要被制作 然后会教人怎么做 我每一回每一回都上课的时候 在传达每一个人的时候 我是在给我地下听到的主片们 我是在跟你们 跟你们回话 也要照顾我们周边人 也要把我们这样的好好的东西传承下去 非常感谢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来跟我们做这么样大的活动 是这样 我常常很多地方在 在做一些表演迅速的时候 都是 几乎都是以祝福 通通都以祝福给人 这样的大众 更了解我们的业气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 我说 老师您主义那么厉害 为什么都不去教主义 我说 一个人有一个命 我的任务就在把这些的 这些硬体的东西要策进给各位的 应该是为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居住在屏东太武乡嘉兴村 嘉兴村是有名的雕刻村 这个村落里出了很多有名的雕刻家 省秋大的雕刻启蒙于他的父亲 之后曾进入日本所开设的雕刻学习所 学习雕刻的记忆 省秋大最有名的雕刻形式是屏风的雕刻 屏风会运用原来木材的一个平面 去安排人物跟场景做一些变化 高美馆典藏的这一件典藏品 猎人成果分享 足重的是表现猎人打猎的一个画面 那除了中间画面一个很忠实的表现之外 它还分了上中下总共有三层 分别代表不同的时空 也就是有叙事的一个功能 将整个过程的时间性做一个安排 这一件作品最重要的是表达了排湾族的生活特点 打猎的这个活动对于排湾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以传统的角度来看 他们除了是维生的一种方式 也是一种娱乐的活动 那另外他想要强调的是同心协力 还有共享这样的精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